这小丫头 跟咱们这个墙子和缸子 全都不一样 睡觉有一点动静就行 可交情 累不累啊 还行 没事 带得挺好的 是啊 真没想到你还真行 多住一点身体 没事 你那边还行吧 你那边还行啊 挺好的 你今天过来人的知道吗 没给他们说 下回出来溜弯啊 到我这儿来 你跟人打声招呼 别到时候让人惦记着 还跟年轻的时候似的 抬屁股就走 那可不成了 住人家那儿呢 他们上班了 我这时间也不长 我来看看你 看看明明我就回去了 那 那玩意儿怎么回事 这个 钢子 又把他赎回来了 这回玛丽同意了 这个传传宝又传回来了 真是个好东西啊 咱们都老了他还那样 时间越长越好 越待越好 那带不了 没法干活 钢子刚走 我说带着 还是把他收起来 那我就回了 那我回去了 不 你吃了饭再走吗 我给你做点吃的 我看一眼你 看一眼小孙女都挺好 我就踏实 你说的话我都走心 没跟人家说 我都是回去免得人家担心 你得加点心 走 走 走 加点心 你回了 快去 你连口水你都没喝呢 不渴 爸 来 你快吃 爸 你就在这儿吃吧 吃完了你甭管 一会儿回来我收拾 你也吃吧 我 我去给他们爷儿俩做饭 你不回去做饭 他们俩就饿死了 你吃完了再回去吧 行了 爸 你快吃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回来了 在家呢 你过来我问你个事 你给你妈那个镯子是怎么回事 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啊 那个镯子不少钱吧得 墙子那个钱也不让还了 我就怀疑孔老板那个钱你没退吧 退没退啊 我没退 那还不是我多心了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办事啊 你这不是骗人吗 你怎么愿意把所有事都想那么严重啊 以前大家是不受理 可现在挺正常的 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这样的事情啊 那就是走外面邪道啊 就是堕落的开始 什么叫堕落的开始啊 我都这么大了 我自己有原则好不好 我以后工作上的事 你能不能不管啊 别人我不管 你是我儿子 我就得管 东美 你回来了 爸 您怎么就吃剩菜啊 我就给你们做两个啊 行行行 凑合吃吧 东美 你也赶紧吃饭 我洗手 东美啊 我知道你惦记你爸 谁让他救你这么一个闺女呢 你不管他谁管他呀 以后啊 你就是怎么照顾你爸 我也不管 我呢 就是指望早点抱孙子 这样我这辈子 我也就满足了嘛 吃吧 门哥 把门关上 门哥 你爸刚才是不是又跟你说钱的事呢 还没有 什么没有啊 我一看你俩那样子 肯定是在说这事呢 那这事你别管了啊 我当然不想管了 门哥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咱们就到此为止了 以后别再说了 行吗 行 老韩呢 快来 快坐坐坐 咱们老哥俩可有日子没见了啊 你先好好聊聊 快坐快坐 恐怕 来 我得刚去上 行 banks 坐 来来来 喝喝喝 有点闲工夫吗 有有有 说 我发现韩刚最近 有点变样 韩刚怎么了 学会收礼了 收那个礼啊 那个树还不小 老韩 你呀 看韩刚啊 不要老看他的小节 你一定看韩刚 现在的进步 你看啊 他从一个小职员 升为副经理 马上这就当正经理了 这都是进步啊 看韩刚一定看大节 看他这回啊 这树可不是小节 那老话说了 喝良酒 花脏钱 曹婉是病 有一回就有二回 二回三回 他要是把这个事 都看习惯了 这就麻烦啊 这要出大事啊 不是 你不知道 我和这个孩子 从小我们俩就 什么时间都憋气 他听你的 对我发现了 你说的话 他真走心 过假了 真的 真的 好的 劝劝他 也算我这个 我哥哥啊 求你这件事 严重了 严重了 谈不上求 不过 你看这个韩刚啊 他现在坐上 那个领导岗位啊 他就得有一些应酬 不然的话就 不好在这领导岗位上工作 好 你说的有道理 有机会啊 我劝劝他 给他一些忠告 警告 警告警告 不能让他自己毁了自己 好好好 你忙 你坐会儿啊 就这事 说走就走啊 走了 慢走啊 再见 再见 韩经理请进 这是您的新办公室 那您还有什么事情 给我打电话 好 我先走了 谢谢啊 请进 韩经理 老张 别这么客气 坐坐 工作时间 你就是我们的韩经理 今天我是代表啊 代表大家 请你来赏光 请我 是啊 大家凑的份子 咱一品格呀 给你摆了一桌 恭喜你高深啊 你今天必须去啊 应该我请大伙 怎么能让大伙破费呢 再见 韩经理 看不起大家伙了 我没那个意思 我能走到今天 全靠大伙 你要想以后啊 还让我们支持你 当你今天就得去 再说了 这也是咱们行的惯例了 打个头升迁 大家都清楚清楚 是不是 你不要破了这个惯例 行行行 我去我去 这就对了 把夫人带上啊 这是大家伙的意思 我只是传达 行行行 我一会就给他打电话 那就这么定了啊 我去准备 老张 替我谢谢大伙 又来了不是 我明白 晚上见啊 哎 我说晚安 我也可以说 我看我 好吃啊 你 刚才 我们 挺香的啊 什么馅 纯肉的 贵不贵 贵啊 贵咱也得吃啊 你儿子我学会开车了 你不高兴啊 高兴怎么都开车 来孩子 祝贺你 好 我做梦也没想到 一个傻小子能开车 我做梦也没想到 我能坐上我儿子在这车 一叉 爸 要不你喝点酒 服务员 不 不花那个冤枉钱 咱们回家喝 回家喝 开车了啊 今后滴酒不沾 好 不是开玩笑的啊 爸 你今天坐我那车 感觉怎么样 很棒 技术还行 很过瘾 爸 我向你保证啊 我以后好好开车 好好干活 养护家 养护你 养护我妈 哎呀 你这个话我太爱听了 我听着心里很舒服 很高兴 不像有一个人哪 老让我们担心 我哥 他又怎么了 他收了人家的红包 我还以为什么事啊 爸 我跟你说 那收红包这种现象 很正常 你怎么也这么想 现在社会就这个风气 你想想 我哥现在银行工作 又是信贷部经理 他要是不收人家红包 找他办事 人心里都不踏实 你呀就是在家里待的 你不知道现在外面什么样 那以后 我要是出去了 你就给我压车 坐我旁边 我带你出去见见市面 你听不听有一首歌 怎么唱的 不是我不明白 世界变化快 不是我不明白 世界变化快 不是我不明白 世界变化快 你歌都这么唱 我还真不明白了 真不明白 说会变化快呗 波浪谷 波浪谷 您看看 给孩子买一个 我忙一下 我还怕你带着明儿出去玩儿呢 我给明明买一股 睡了 我坐会儿 乔子看着车我坐了 坐得高兴过瘾 开得太快 坐完了弄得我 晚上只做那种梦 就坐那种梦 你掉下来 忽悠一下那些心 对对对 我也造个那种梦 所以我就赶快过来 我得告诉你 开车千万别让他喝酒 他不太喝酒 他是不是有时候也喝点 我都嘱咐嘱咐他 是 是 你脸色不认得到 好 没事 你怎么吃这个 这次 我不是犯病那回呢 人家大夫说 说女儿不舒服的吃两粒 没事 待会儿就好了 他小坏的干嘛 我还不太喝 太小了 怎么怎么做这些 一会儿就好了 就是那回那个 刘亚的后遗症啊 我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心脏 有点撕拉撕拉的那种疼嘛 人家说你就吃点这药 待会儿就好了 就是老了 老年病 得了 干嘛呀 就跟多大的事似的 跟你说死不了 中午吃的是什么呀 中午 不饿 我给你做点 别给我添乱了 你哪会做呀 我 我炒菜你不爱吃 肯定炒得不如你好 我现在熬粥 粥熬的还是 肯定逼你忙 你你带着啊 你你坐我给你露一手 行了吧 哎 哎呦 哎 你们店里有烤鱼 对 是我们店新天的 那我们要不要尝一尝 好啊 来一条 哎哎 你们娘俩也问问 韩刚喜欢吃什么 今天必定是以人业为主嘛 他喜欢吃什么我知道 我来点 哎 哎 小姐 要这个 还有红烧乳鸽 粉蒸排骨 不错 还记住 要凉水拔了一下吧 是 哎 自从你这个教会了我呀 我就进步啊 嗯 嗯 嗯 不错 有点紧张 时间有点仓促 不然比这熬的还好点 就像这个鸡蛋 哎 你给我一说 我就一试验 哎 真凉 哈哈哈 凉水一把 蛋皮 蛋清 我现在就 利索 翻家 过去沾得一塌糊涂 不 嗯 是吧 嗯 嗯 怎么了 不舒服了还有 咱们以后啊 别说分家这两个字 烧不了 好 来 爸 妈 好 来 来来来来 嗯 妈 干杯 干杯 嗯 我想起来了 这附近哪 新开了一家保龄球馆 吃完饭 我们是不是 一块去玩玩 啊 真的 嗯 那太好了 吃完饭咱们就去啊 嗯 去 玛丽 嗯 我出来没打招呼 要不 我不去了 哎 你想想 今天都是为你庆祝 你不去 我们多扫心啊 一起去啊 一会儿啊 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不就得了吗 是啊 咱们一会儿去 跟你爸说一声就行了 我把这鸡蛋吃了 嗯 我给你把鸡蛋包了 哎呀 怎么了 肚子有点疼 怎么没吃对啊 昨天是不是着凉了呀 那好 吃吧 不行 没事 啊 没事 怎么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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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你 没事 好多了 我说你可真是的 你就不会学着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啊 吃点黄莲素得了 我给你拿点啊 我给你拿点啊 哎 好漂亮的 哎 好漂亮的 哎 好 哎 韩刚 电话打通了吧 没人接 要不你们去玩 我回家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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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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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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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你就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